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露江村 放水而居的人们 有一半的村民以捕鱼为生 摇着一对牢炉穿行在鸭露江上 纯净的空气又滋润着花的味道 吸引了追随花期的养蜂人 露江村中超过2400亩的油彩花田 洁净的空气浸润着这里的每一村土地 百花富裕 山水寒情 不仅是辽宁最值得观赏的花海之处 更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油彩花基地 也吸引着一批又一批莫名而来的游客 时代的变迁 令这座边陲小村的古朴天然 成为得天独厚的经济资源 而时代下的人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 活出对生活最好的理解与手腕 这里是瀕阳市康平县 位于科尔沁沙地南园 曾饱受风沙亲戚的困扰 曾有着康平人可真苦 风沙大 满身土的说法 如今这里不仅锁住了 科尔沁沙地的南心 成为辽宁的一道绿色屏障 还依靠特殊的地理环境 成为了金沙与绿洲共存的游玩圣地 自由呢 咱在公路上开吧 咱是按路线行驶 对不 咱在沙漠没有路线 这里是康平金沙滩国家沙漠公园 两万亩的绵延沙地 成为了越野车手的天堂 让人们在这里感受到极度的自由与刺激 在一望无际的黄沙之中日益驰骋 攀爬沙丘和陡坡速降 无时不在考验心脏的承受力 距离沙漠仅仅8公里的绿洲 康平沃龙湖自然生态保护区 区域面积127.5平方公里 沃龙湖是鸟类清洗 华东大通道的重要补给站 白罐 黑罐 白头鹤 丹顶鹤 白鹤等140多种珍稀鸟类 在这里繁衍生息或停留补给 每年的春季和秋季 沃龙湖都是有名的官鸟胜地 同时 这里也是独有特色的 大辽东部节的主场 如今的康平 春夏秋冬 任你什么时候来 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这里是大连市金浦新区的石河村 这个曾经的贫困村 现在人们更愿意 用魅力两个字来形容它 村内氯化面积达到了95%以上 被评为国家生态文化村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店 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 以前出去打工也挺辛苦 现在我刚才开农家的 就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饭吃 就往外走往外走 我愿意 曾经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 如今盖起特色门居 开启了农家院 延续着村里的豆坊 油坊 酒坊 坟坊和墨坊的传统工艺 不仅使得传承人 在这里有了固定的工作室 也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一探究竟的人们 发展起了乡村旅游 百里花街 一路人深 用双手打造着自己幸福的小日子 辽宁省旅游资源丰富 历朝各代 在这方土地上留下了众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文物古迹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发祥地 清文化在辽审大地到处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以沈阳故宫为核心 沈阳昭陵 辅林 赫图阿拉古城 萨尔府之寨遗址 每一棵树 一座山 一块砖 都在向我们讲述着历史的故事 在福以满足风情的饮食 服饰 文化表演等 可以在满足风情节中来个穿越之旅 可以来一场边境游 走进最美的边境城市丹东 这里有江青柳绿的鸭鲁江 也有四季各具魅力的天桥沟 凤凰山 更有数不清的褐色海鲜 辽宁一年四季精彩不断 春天可以赋予尝百花之约 旅顺的樱花 河口的桃花盛开 盘景万亩芦苇摇曳 夏日可以走一段海岛之旅 放垂岛大陆岛海风袭袭 南带河银沙滩 避暑新冲 秋季 洪海灿灿若银响 关门山 枫叶如丹 东路 辽东辽南 赏雪泡温泉 在一个又一个的冰雪温泉胜地中 唱一曲 冰与火之歌 近年来 辽宁加快推进了青山 碧水 蓝天工程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力实施 美丽宜居乡村加快构建 全省已建成 宜居示范乡镇 128个 宜居示范村 1786个 创建绿色村庄 696个 主要河流水质逐步好转 森林覆盖率稳步提高 辽河零河流域 大火防水源保护区 大连市本溪县 被确定为国家生态文明新型示范区 村荣阵茂换新年 传统景区更加完善 2017年 辽宁省服务业增加池 实现1.23万亿元 接待国内外旅游者5亿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4621亿元 与乡村改革一样 城市本身也更在市民生活 与一道风景中尖锐 这里是沈阳 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飞速发展 沈阳这座城市同样与时俱进 也吸引着更多的人们 去记录它的美 威严百年的故宫 练利的青年大街 多彩的浑河两岸 还有数不清的时尚建筑 人们也在城市的变化中 享受着时代发展 带来的便利与资产 这是沿口夏日夜晚中的北海海洋公园 在这里 花灯不再只属于冬日春节夜晚的璀璨 而是百姓 茶余饭后的休闲上玩 练利多彩的各式传统元素的光海 游如一幅历史的画卷 挂在了 营口夏日的上空 除了花灯 营口还有一座老街西大街 在夜晚依旧迷人 古色古香的街道 古色古韵的小曲 穿梭着来此寻去的市民 满于一条不同时代交叉的时空隧道 从前的大屋子变成了西餐餐厅 老的渔铺成了新式照相馆 从旧到新的变化 让西大街的今天变得更加丰富 也让今天的营口变得宇宙不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人们虽然用双手精心呵护每一寸土地 却也面临着几产地都愁得头疼的人工收割 而今村内几万亩的收割都不在话下 更加专业化的秋收模式 机械化的普及 科技的加入 带走了农人们面朝黄土被朝天的苦涩记忆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稳步推进 目前 辽宁的农业发展方式已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2017年 全省农业机梗面积383.93万公顷 是1978年的1.9倍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8.5% 两种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超过43% 创建国家级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124个 绿色产品371个 同样 由稻田装饰的秋天 还有盘锦 这个水稻名称 就赋予了这个城市不一样的名气 这里是盘锦市新立镇杨家村 和辽中区不同 这里的稻田不属于农人 却也属于农人 这就是新型的任养农业 它实现了农村对城市 土地餐桌的直接对接 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 更发展了农村的旅游经济 过去的土房子到现在漂亮气派的小平房 从曾经坑坑坑坑 垃圾遍地的农村土路 到现在平整宽阔 整洁的柏油马路 如今的盘锦 千墨纵横 为海荡漾 泄肥水美 道花飘香 2009年以来 辽宁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一线一夜发展 推进全省区域主导产业 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全省涌现出了一批 区域特色明显的一线一夜 这里是浮顺的青红 这片亮绿的紫色 不仅形成了龙胆草药材景观的 更已经成为青园县一线一品的主导产业 村民们盖起了新房 买了小轿车 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也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春华秋时 硕果颜知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农业基础设施和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业科技含量不断增强 辽宁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各县区充分发挥地域优势 打造区域特色品牌 东港草莓 西方鹿荣 长海海参 银元发辉 北镇葡萄都打响了赫赫大 也成了西野游客来此的金字招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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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他们在冬奥会的国际舞台上 用辽宁人对艺术的追求 坚实的科技臂膀 用一场毫米之间决定成败的殿堂级演出 向整个世界展现出了一个快速发展 科技担当海纳百川的当代中国 近年来 辽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以工业总产值计算 辽宁省工业经济总量 从1978年的396.6亿元 增加到2017年的2.3万亿元 与此同时 废弃的工业厂房 也在辽宁人的手中变化出新形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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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